今集這位嘉賓當年是參加訓練班入行 是一個天生實力派演員 演出過百部電視劇 拿過時帝 還曾經各逐國際艾美獎 他正職是一位演員 但副業是一個花王 並不是因為他喜歡花草樹木 而是因為有很多當紅的花蛋 都是由他親手培訓出來的 這位朋友很少上頭條 記得幾年前他因為昏迷入院 大難不死之後 每個朋友都勸他戒酒 不過他意見接受, 態度照舊 對, 有請今集娛樂三兄弟的貴賓 歐陽新華 好, 大難得了 好… 在外面敲了很久的門 夠了 感謝你 你們三個… 沒有去錯地方 我是在TVB, 是嗎? 是 真的在TVB? 東坡家士 是的 舒服嗎? 舒服… 為何舒服呢? 因為是天冷拍古裝 原來除了年齡抵增 你怕熱的程度會增加 不知是散熱煞得慢 對, 散熱煞得慢 你還黏著頭套, 再戴帽子 如果中暑, 誰中暑也不想 是 女帝 別說一定是我, 誰都不想 真的有試過拍古裝熱 有些同事中暑嗎? 我也中過了 很多 對 我直接跪在地上說兩句對白 一百次都說不到 因為看完, 都沒有了 原來這是中暑的跡象 你不行了, 你讓我休息一下 那時候是拍洗淵錄嗎?還是… 之前一套耀武長安都是天熱拍的 五、六件底衣 因為濕了? 濕了, 上車第二場連底衣也要換 全部是扭得水出的 但這麼辛苦也繼續拍 其實那種滿足感很大 其實很難玩而已 很難玩嗎? 滿足感一定都有 而且我出來的, 也很少被人罵 不被人罵就滿足了 收視乎乎乎乎 真的嗎? 真的 說這些 誰有個敢罵, 誰有個敢罵 說這些, 你真是… 罵的我聽不到而已 真是 真是背後罵 背後罵那些 但Bobby哥, 跟你這次拍攝 《東坡家事》很多演員都是新合作的 是嗎? 是的 你嚴謹嗎?你是一個… 會不會很專業、很懸嚴謹的演員員 我不專業的, 我很專業的 有甚麼要出來說 譬如說王岳遜、萬彥文 例如《東坡家事》和《東坡家事》 《東坡家事》和《東坡家事》 中坡家事、《東坡家事》和《東坡家事》 但他們有時候沒有提出 他們有時候提出的 他們有時候提出我 也會很適合 比較年輕一點 你覺得誰比較好呢? 王浩森 是嗎? 為什麼?你說的 我那時候… 我很久之前跟他拍過一套 《尖紫公囊》 《尖紫公囊》 他這次… 很努力 我看到他很努力, 而且很堅持 譬如說他這部劇要做一個很健碩的 為什麼這麼堅持? 他會演得很健碩 有時候我們會說 我想吃東西…不行, 讓我聞一下 聞一下? 聞了兩個多、三個月 都是聞, 你說堅持嗎? 如果給我… 挺堅持的 有他吧, 化為孤友算 那幾個肌肉 六十合體算 那些我跟蚊蚊那些 在哪裡買回來的好吃的東西 沒問題, 聞一下 在宵夜時間 這件事真是堅持, 很有信 我特地再弄它 聞一下…又有好東西吃 不斷讓他聞, 一斷考驗他 他只是聞, 所以他很堅持 而且看到他的努力 但其實Bobby當年是考訓班的 是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其實這個故事是一個定律 當然是陪別人去那個考島 想考那個人, 考不到他 你也是嗎? 是的 但是叫你陪別人去, 最後考不到 考不到 連插板都可以 第一關都過不了 是 第一次面試已經淘汰了 不用你了, 你回來 男生和女生來的時候也是 男生 男生來的 男生… 你也不去那些 你也要用一份鍾例題來收一收 你說起我, 老實 有點迴味 對 所以這集其實Michael在期待你 去做些事情 早就做了, 要做了 已經做了很多了 乾掉它 好, Bobby哥說乾掉它 你說得乾就乾吧 來… 一半吧… 好… 不用… 我先去廣告 不用…沒有廣告時間 其實我最喜歡跟Bobby哥玩的 就是他人很友善 但是那種強勢或那種… 乾, 也要乾 你說乾了, 我真的害怕 其實我也是經常嚇人的 不是的, 很強勢的 對 不是, 出去玩的 Bobby哥是十一期訓練班 是嗎? 是, 要做功課 當年很多… 強韻 強韻背出的 梁少偉 周星馳 吳振宇 還有誰呢? 番禮傑, 張小輝 李梓鴻 林俊賢 小弟我 最差的是我 巨星雲神我那裡 但是那時候好像在班中 都有些崎嶇的路 我? 對 崎嶇 因為我是最不起眼的 譬如說我們偷看 阿Sir的報告 他寫… 就是評語那些 評語 張兆輝 健康 有型 陽光 林俊賢 高大, 一級小生 梁朝偉, 乖仔, 討好 我那時候叫歐陽鎮華 歐陽要傳 叫歐陽波比 歐陽… 不是要傳 歐陽波比… 後面沒有東西寫的 還沒找到 還沒找到 還沒喝到 那時候很慌 很慌 那時候有沒有慌 每個階段都是西人的 曾經有問過 讀了半年, 問我 不如你去導演班嗎 我不是想讀導演班 我想演戲 對, 不如你試試做體育記者 就是做體育世界 當時有體育記者 五房榮 有些去了… 不是…去了做體育記者 現在可能還在做 也有些人 好了… 去了做體育記者 我不是想做體育記者 我想做 你真的不去? 不要後悔 算了, 讀了九個月 讓我玩耍, 三個月 初初都不簽 不知道誰讀完這麼有性格 讀完不簽, 挺有型的 有嗎? 多了個位置 令我超越演員 我進去的時候也是被用的 但你記得當時 第一個角色和第一句對白是什麼劇? 《中劍反應死》 對 你很對白, 來吧 對 Bobby, 那時跟很多車禮 梁朝、韋州星馳也好 等等, 都跟你一樣 都是很多演技派, 都是巨星 你當時有沒有… 做了幾年之後 有沒有發覺哪一個已經… 才華橫日 一定是未來演藝界的巨星 已經看得出了 講讀訓練班的時候 第一個最斯文、乖巧 但很低調的, 這是梁朝偉 梁朝偉…我最記得是第一天上課 阿Sir, 鄭有閣老師 你們今晚回去每個人想一段 是大約兩分鐘的 一個人做而已 你明天回來做 我們那些傻子快去想 聽電話, 走到街上, 上巴士 然後走到街上 營運動作 很多, 趕時間不知去做什麼 原來約了人喝茶而已 阿Sir說, 怎麼拍? 你這麼多外景 這麼多外景? 走到位置 怎麼拍? 又回覆很多東西 這個劇集也沒有對白雅 一到兩次, 我還很記得 已經準備了道具 那裡有, 訓練班有電話 相架, 進來聽到電話 然後拿相架 抹個相架, 副相架 就知道這個電話已經告訴你 相片裡的人死了 就是這麼簡單 是不是很合邏輯? 厲害 看上來一看就知道 我又追巴士, 下車, 又摸在街上 你幹什麼? 你也不知道幹什麼? 你想怎樣拍? 他第一個已經做主角 訓練班, 還沒讀完 好像已經做了鄉承浪子 跟主角撼過 但當時考訓練班 大家都覺得演員 至少五官就叫做飆青 當時有沒有跟別人說 其實你也好像輸了起跑線上 我當時很飆青, 告訴他 很凌淚 為什麼? 當時有人告訴我 你的樣貌真是IDD0060 最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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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貌到又黑, 沒瘦 頭髮多, 爆炸 是啊 擦眉擦眼 我做賊也不知道做了幾年了 真的做了很多次… 做賊之後有一次 直接拿槍進去外景 在彌敦道某間錶行 衝出來假裝打劫 一衝出來, 看到一個警察在簽證 我看見他, 想拔槍 我看見他, 想拔槍 我看見他, 想拔槍 不是, 我是誰 我… 你不認識我 我真的很害怕 你不認識我 那有沒有PK職員衝出來 阿Sir, 阿Sir, 阿Sir認識的 這個認識的 拍攝… 別開槍… 我想說我去, 我去誰 我不認識你, 你是誰 我第一次看到你的印象 就是北斗雙鴻 那時候真是經典和精彩 那時候還是… 日日在家裡有白事 真的有時… 不是, 你是做一個頑皮的年輕人 對, 日日… 發哥就做了你的社工 對 那時候是否全都是那期的 訓練班的人一起玩 那時候是梁朝偉, 梁朝偉已經是主角 那我的群組的人 那群問題青年有我, 俊同 趁我, 周星馳 周星馳 那時候, 和我星馳 他們是我的家 但他們是晚上班的, 大家也有溝通 那時候找他做兒童節目 他很不開心 他不太喜歡做兒童節目 是, 也看得出他做主角 所以他故意弄壞些, 弄哭些年輕人 他這麼壞, 做兒童節目 弄哭些年輕人, 一定會令年輕人開心 誰知道那個監製說 這個好, 我沒見過兒童節目有反派 就搞定了 就進去, 他回來了, 天啊 永遠都是做兒童節目 兒童節目的反派就是他創你的鮮路 這種諷刺都是喜劇 對, 你別想著他絕對 你做壞些, 或者有人喜歡你就可以了 他就給了一些催情酒, 我們兩個喝 你怎麼說, 怎麼說呢 他問我怎麼說, 我平時怎麼說 關免河, 我跟他嘴過 但他不停在那裡說話 在那裡嘴, 怎麼說話, 說什麼 穿上屁… 那時候好像掉了 是嗎?他們有掉了 九一年左右 一皇帝出現 一皇帝出現 我、大禹、康仔… 不用說 其實都是一條鹹魚 何解是鹹魚呢? 有理想的 何解?你有沒有聽過鹹魚翻山? 說些鹹魚 對, 但是監製就算了一條數 我就是要這群異善的人 來做一個戲 這戲是很冒險的, 是法庭戲 監製都說死了, 法庭戲 很害怕, 轉台 所以不敢起用大卡士 找你這群鹹魚 試試 反正是鹹魚 反正是鹹魚 沒壓力 沒東西輸了就怪你 放在星期日 十點多, 十一點播放 沒壓力 對, 怎知道一出來 這群鹹魚 搞亂了派對 不大受歡迎 我們搞到… 監製曾經有問我 Bobby, 為何你做過律師? 你這樣做嗎? 是的 律師是這樣的嗎? 是的 屋邨仔出身的律師 拿獎學金讀的律師 是這樣的 下班當然是幸福時間 當然是去跳舞 但是沒有拍出來的, 只是說而已 對… 只是說而已 那種感覺 放心吧 我們不會責任自己的 就是多種律師的看法 給觀眾去看看 怎料出來的觀眾很接受 譬如我們說… 看你的樣子都是扔球不扔球 有空打一場友誼賽 看你的樣子都會扔球不扔球不扔球 你也覺得… 然後過兩天的稿就有這句話 就說一下匡仔 你的匡仔也是扔球不扔球不扔球 可以不扔球不扔球 看你的外表, 斯文其實內裡開放 匡他的貨櫃, 他叫我貨櫃 那時候真的很多貨櫃 又年輕, 又不用睡 每晚下班可以再出去尖沙咀 二十四小歲的茶餐廳 再…不要走著 吹嘴 談談今天說的事行不行 大家檢討一下 明天又開工 那時候真的睡一兩個小時夠了 然後就立即進入座 那時候很有課 對, 那時候很有課 卷卷有神 有課又有課 對, 有課, 真的有課 其實你的演藝生涯的確令很多人很羨慕 因為你的稱號叫花王 甚麼? 花王 不是因為你喜歡種花 甚麼花王 因為很多無線紅的花蛋 都是經過你培訓的 而且… 你的反應很大, 甚麼? 甚麼? 剛才和你做過對手戲 即是訓練 蔡少芬、花榮河等等, 孫瑄等等 郭可瑩 陳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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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數下去 中佳恩, 環宇都陪訓過 陪訓過, 訓練過 訓練過… 中佳恩, 我簡直是… 甚麼… 你睡甚麼夢龍呢? 甚麼事? 阿恭, 你說清楚 我拍攝武場 我簡直跟他睡一張床 攝影機的時候 睡一張床 那場戲很好笑的 我媽媽很想做他媳婦 就是做我老婆 給了一些催情酒, 我們兩個喝 喝了, 家欣化了臉紅妝 我化臉紅妝 他說, 怎麼做? 他就說, 怎麼說呢? 怎麼說呢? 他問我電話說, 平時怎麼說 他可能是鬼師的 他可能是鬼師的 他可能是… 那他當然不說話 那他當然不說話, 你覺得傻 你心裡… 我明明是要善她的 Bobby哥貴為我們TVB的花王 有很多TVB的花旦 跟你合作過 所以要Bobby哥選出這些 你最喜愛女拍檔 好, 在我手上有… 收到這麼多… 關永河和蔡兆芬 專門收到這些女人在後面 這是誰? 廟英 陳廟英 蔡英 做了老闆娘 不做了她 怕她嗎? 那個那個呢? 那個是陳秀文 陳秀文… 首先要你選四個女主角 你覺得誰是最藤雞的女主角? 一定是廟英 所以她有這個藤雞英的稱號 一定是廟英 她怎麼是藤雞法呢? 她為什麼叫藤雞呢? 其實她不是藤雞 你告訴她, 這裡有什麼? 真的嗎?真的嗎? 馬上就去補妝 如果長與長之間 或者她休息時間有兩個小時 她那兩個小時都可以補妝 補妝 補妝 補充兩個小時? 補充兩個小時 那份稿也不理會 總之有東西補 所以她現在轉型是做美容 做美容 對 化妝, 教人化妝 她做了老闆之後有沒有說 Bobby, 你有空過來 我幫你做面部護理 那些東西呢? 幫你補妝 很貴的 沒有也要 但是有沒有聯絡? 說笑 有沒有聯絡? 有, 有聯絡 很貴, 很貴 久不久都有見她的… 好, 接著要Bobby選擇 這個就是最尖尖的女主角 哪個最尖尖呢? 尖尖到出面, 我想是蔡兆薰 蔡兆薰 為何是蔡兆薰呢? 她在哪方面最尖尖? 她是尖尖在聲音 她說有一場戲說 我跟她要激吻 Pinker寫激吻, 你自己做吧 我就說, 笑婚 我說, 我這種輪廓 Kiss戲是不好看的 扁口扁臉, 一撇一撇 你說每個人像高梁避相 Kiss就好看而已 我轉到哪邊都不好看 那就拍我背部 不如咬一口抹頭吧 好啊…其實我也是這樣想的 不好意思跟你說而已 她的聲音很尖尖, 很吵 很尖, 即是聲音很尖 聲音很尖尖, 很尖尖的聲音 好像很尖尖的聲音 對… 我的第一個 好, 接著, 最尖得女主角是誰? 最尖得女主角? 關永可的主角 是 她怎麼能捱呢? 都是陀將師姐的時候, 是嗎? 是, 能捱 是, 能捱極, 面不改用那種 我在她身上也學到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不用說的 你走出來, 放一個姿態就行了 即是還沒上位 可能大家都不會特別說其他東西 譬如家裡的東西 我跟她說得多了 是嗎? 其他人… 很多人不敢跟你說話 她是不是氣場更加強勁? 強勁 是 她只坐在這裡, 沒人敢過來 你試試 那有沒有P.A.夠答過 不好意思, 我們開工 P.A.正是給通告, 給她離開 她一打開看就要回頭 不是, 為何兩斤, 三斤隔這麼久 一放下就說別喊我… 一放下就很離開 譬如你有些劇情想跟關詠河研究 會否也跟她談談 還是說不用了? 不用 大家這麼專業在心中 她簡直戴著我 還是你也害怕她, 你也害怕她 別打算 我簡直戴著她 尊重她 發生了, 我就糟糕了 好, 接著我們要選 最隨和的女主角 四位裡面 應該不是我姐吧? 四個都很隨和 但秀文, 我最早跟她合作 她隨和到… 我記得拍《一號黃庭》的時候 有一場戲是說我跟她… 又是激吻 激吻 就是賣線 就是第一次, 趴著了 但我心裡想, 糟糕了 她是素食者 我吃這麼多肉, 給她給她 她會不會嘔吐 給她一些牛肉味 她會不會嘔吐 很怕她會嘔吐 我不知道會否會吐下去 你又一個星期前不吃肉 跟導演商量, 不讓她知道 排排的時候就… 這裡…我們來到這裡就這樣 導演, 可不可以買一點呢? 這樣… 這樣借一借位 這樣好不好?導演 穿崩和, 可不可以… 再接一點, 真是吃 這樣…到達了, 導演 可以 接著秀文說 你好像比我還要害怕 我不是害怕 我看看, 好嗎? 好, 來吧 她說的 對, 她說, 來吧 她是演員 引導她 對嗎? 所以她是吵 她真的很脆 其實你是否拋穿人 特意去… 不是拋穿人, 試試吧 我也要試 始終別人都是一個資深演員 不是我教著, 就是我帶著她做 譬如說, 你剛出來 我帶著你做 為所欲為, 我說疼就疼 你一定要這樣做 我說怎樣疼就怎樣疼 是嗎?上午後明天見面吧 是嗎? 是 當然是這樣的 其實要開工吧 是嗎? 有沒有知識過 那次之後, 文女吃肉呢? 原來吃肉很害怕 全家人都戒掉了 原來這麼大影響力 好, 接下來這個 要問那邊哥 四個裡面 誰是最好嘴的女主角呢? 其實你… 是否都嘴過了? 四個都有試過拍Kiss戲 但是關永河我跟她嘴過 很肯定嘴過《美美天王》 說我們兩個在沙灘裡 一條圓軌 360度 360度 這個真的很浪漫 36度 不能謝位, 所以呢? 但她不停地在說話 她怎麼說話, 說什麼? 穿鞋子… 那時候好像脫掉了 是嗎?她們有脫掉了嗎? 那時候張海好像南非一陣子 對…去南非一陣子 去南非一陣子 她脫掉了, 我以為她分手了 真的… 這樣就是… 分手了嗎? 因為她去了南非 我之後再復合她 然後再回來 去南非找不到, 她就回來了 找不到吃 好… 一口嘴, 她在那邊說話 脫掉了一點點… 怎麼樣? 一口嘴, 我說 為什麼你一直在說話? 你不覺得說話有點相似嗎? 嘴 嘴 但這樣說, 其實俄姐很有研究 假嘴得來似真嘴 她是否這方面是專家的 她躲在家裡練很多東西 練哭, 練嘴, 有很多東西練 她跟家輝都會不會這樣說話 那陣子她也跟張家輝脫掉了嗎? 她倆壞得沒有人有, 什麼都可以 願聞其長 我想知道, 你哥哥說怎樣? 怎麼樣… 怎麼樣? 怎麼壞到沒有人有 她倆真是天生一對天造地設 早幾年, 我們出去吃飯 跟女兒, 我和夫妻 送那幫夥伴進來 張家輝, 你坐在那邊, 拍照… 想動手之際, 想行動之際 關永河, 怎樣? 她可以抱著, 抱著她吧 她在那邊, 她在那邊停下來 她在那邊停下來 立刻害怕就害怕 那你抱不抱? 這樣嗎? 你想動手的 其實她們不是想抽水 你們興奮的程度 來到這裡, 拍照不重要 但不要抱, 夠了 她們也不是想抱的 給你一個息怒, 拍照就拍吧 不要再在那裡吵架了 我們正在吃飯 用另一句話 這就高了 好, 我把這個最特別好 就刺給她了 最貪美了, 不用說了 都知道應該是那邊的 對, 那邊 那邊 最貪美了 就是她除了臉上的妝容之外 她是不是所有的服裝 那樣都是很一絲不苟的 我只是叫她撿樣子 會不會對手也撿起來呢? 例如你今天撿起來 撿起來的樣子 你今天唐眉好像有點亂 我不撿她, 她撿我 她貪命到對手也要撿一撿 好… 會不會呢? 好… 這句有意思… 對… 有意思… 不是這麼大演員 對… 有意思就是把阿公撿起來 你撿我, 撿阿公 這張照片真是哪裡找的 燒傷很多 現在的頸子也撿起來 放在下頭上 其實她真的很投入 尤其是拍嘴的戲 哇…她真的是… 扁一些是淫眼 不是 桃花是這樣的 桃花 桃花是更輕一點 飽骨丸是另一種 是凸骨之前吃的飽骨丸 是誰啊 那個會不會是 我們在天上 是賣… 是誰呀 有人愛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